今天来到了新疆和田夜市 我们现在准备用200块钱吃一顿晚饭 看看在和田夜市用200块钱可以买到什么 来 走 现在我就已经来到了和田夜市 你看这有琳琅满目的各种吃食 我现在已经想好了我要吃什么 我准备来新疆特色洪流烤串 这怎么卖 10块一个 这个呢 一样的 这是5块的 2块2块 10块一串 对 我们来4串 便宜点 大腰子多少钱啊 大腰子21串 21串 嗯 来两串 来吧 来吧 羊肉 羊腰子 多少钱 20 老板 这个焦巴鸡多少钱啊 77 多少钱 77 涨钱了 啊 怎么涨钱了 7 我在这吃 75 哦 那个半只多少钱啊 是 那你说 其实我之前来吃过一回 上次我吃就是75 没有盒子 拿塑料袋拎走的 所以我知道77贵了2块 老板说盒子钱 对一下价钱啊 这个红柳串多少钱 40 4个啊 然后这个腰子 40 这就80了 80 80 然后这个呢 这4块 这4块 买了两个 是8块 88 828 刚才我买这姜妈鸡是40 128 128 我买这个酸奶 酸奶是10块钱一个 但是我买了三个 跟老板砍了个价 一共收了20 就是148 再加上它的这个酸奶冰沙 是5块 153 153 你看 我们现在花了153 我们还有40多块 47块钱的结余 现在开动吧 实在饿的不行了 你看看那个 已经吃上了 听得见吗 音乐起来了 开始跳舞了 开始跳舞了 这夜市里 每天晚上9点半 前面有歌舞 这就不往昧了 咱们看在 看在那个和田大牌子上 左边是一个 为妙为孝的美女在跳舞 右边是一张口 构成了和田那个和字 就是边歌边舞边吃的 一会咱们也去看看跳舞 好不好 好吗 好 我们一行四人 不够吃又点了一些 最后总共花费了220块钱 总体来说 和田夜市的价格 略低于餐馆和外卖 但人均50确实不够 夜幕降临的时候 最热闹的地方 就是和田夜市了 人声鼎沸 熙熙嚷嚷 到处都充满了美食的诱惑 空气中弥漫着花果的飘香 天南海北 各种口味 应有尽有 品种丰富的令人叫绝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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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